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有沒有發現我沒有拍到7月最愛的影片呢? 取而代之就是今天這條夏天推薦產品 我集合了一些夏天我覺得很好用 沒有了它們不行的東西想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也有興趣知道我夏天一定要用的東西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第一樣想分享的就是止汗產品 這一枝是Biora的止汗膏 以前我在日本、韓國和台灣買過舊版 都是全新用的 但不知為何今年在Donkey看到它的時候 它就寫明了是腳用的 但因為所有東西都一樣 我用了很多年了,有3、4年了 所以我照用在身體其他部位一直都沒有試的 它是一個非常稠的高狀質地 乳白色,然後是非常好延伸 抹出來是超清爽,不會黏黏黏的 聞起來是有一股很清的花味 不像那些傳統噴劑一樣 那麼弓鼻、那麼搶喉 而且它慢慢揮發之後 那股味就會越來越淡了 沒有剛剛塗的時候那麼濃的 那我自己最喜歡它的原因 就是它不會塞毛孔 也不是不讓我出汗 它有一個技術可以令到汗極快速地揮發 所以你基本上全日用了它就會很清爽 就不會有那種黏黏黏的感覺 我自己就超級無敵喜歡用的了 用過超過10支了 純粹想跟大家分享就是香港有得買 但不知為何,只是寫腳用 接下來就想分享一支終極好用的防曬 大家看到我這陣子的身體越來越黑 但臉沒有變過的話 就是它的功勞 這一支是在澳洲買回來的MECA 之前也跟大家推介過是白色這一支 它是SPF30 然後黑色這一支是SPF50 很厲害 這一支防曬強勁的地方就是不同種類的人用它 都可以用的 例如我這樣,我是一曬即刻的人來的 越曬就會越像一塊炭 我不會變紅 不會脫皮 也不會曬傷的 那我用了它之後呢 其實我想大家看上去都很明顯的了 不僅致臉 因為我頸和身這個位置 是有薄薄的地插進去 我是完全沒有泳衣印的 但是這隻手呢 因為在澳洲買回來比較難買 我捨不得用在這隻手上 所以這就是重災區了 超明顯吧 然後就是我男朋友 他是不願意塗防曬的人來的 但是它是那種曬完會紅薄薄 然後脫皮很痛很辛苦 所以在我威逼理由之下 它用了 是完全沒有再曬傷過 然後就是我媽媽 我媽媽就是一個長斑的體質 她用了這支之後 沒有再令斑惡化 沒有新斑再出來 舊斑也沒有深色 所以我真的不可以沒有了它 我已經叫了澳洲的朋友 幫我買多兩支 寄回來給我 所以大家認住它 CAPTO 看看有什麼方法買到它 即是用生命去推介它 包裝就是這麼平實的 然後質地是有點像Tint Moisturizer 它是有一點點的玉色 然後之後 看到嗎 是不會令到 很白色 也是很好推 很透明 很清爽 不會黏的 說起戶外活動 每次曬過太陽 我都會敷面 舒緩一下 降溫一下 那今個夏天 我就用這兩款了 第一款就是萬壽雷敦的 金棧花書紋面膜 它主打書紋和鎮靜 是很適合曬太陽之後用的 那面膜紙很薄 但是裡面是注滿了精華的感覺 所以你敷上臉 不會在短時間內 扯乾皮膚 它一直都會有滿滿精華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用它 另外 如果時間許可 我就會喜歡用這款的 Gel Mask 這款就是 E-Pure的保濕啫喱面膜 裡面是一些透明的啫喱 然後可以用它附送的刮刮 鋪平在臉上 我自己是會把它放進冰箱裡 出來放一放冷 這樣敷上臉上 真的透心涼 超有舒緩 曬完那種感覺 你說那種保濕的效果 就沒有去到哇一聲的 純粹是舒緩的感覺 是更加大 除了防曬和面膜之外 我覺得夏天很重要的一件 就是磨砂了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 身體和面部我用的磨砂產品 之前我很喜歡用IPSA的深層清潔泥 但是我用完之後 就轉了用LUSH的這款咖啡面膜之後 超級無敵的喜歡 近鏡大家可以看看它的質地是很稠 而且非常清楚地看到裡面的火粒 分享一個趣事給大家聽 有一次我敷著這個面膜 然後並排在梳化和媽媽一起坐 她突然間玩電話就問我 不知道哪間屋這麼香的 在煮咖啡的 然後我就跟她說 其實是不是我的臉的面膜呢 然後聞完之後就發現 真的它那種香味 令到我媽媽以為別人在煮咖啡 是這麼誇張的 那它的味道是很明顯的炭燒咖啡豆味 它不是那種很甜的 Latte、Mocca、Cappuccino那種味 不是的 它真的是咖啡豆那種味 而且它是這麼硬 你以為料出來很難塗呢 不是的 它是很容易就可以塗在臉上 而且它是不會到處滴來滴去的 所以敷著它 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甚至煮飯也可以的 那我自己就會敷大約15分鐘便會洗了 唯一一個缺點就是洗的時候 因為那些火粒比較大 你不要大力和心急地擦 你一定要慢慢地擦走它 不然我就會覺得有點痛 但是用完它 你臉不會覺得乾 然後你會感覺到很乾淨 因為那些火粒真的比較大 它真的可以磨走死皮 那之後呢 就算我嘗試過不塗任何東西 都不會覺得皮膚蠻緊的 所以我真的很推介大家 這個Lush的Cup of Coffee的一個面膜 它除了用棉之外 它是可以用身體的 但是身體我有另一個推介 又是用生命去推薦 就是Sarbon的身體磨砂 為什麼我不用這款 要用Sarbon的呢 這個真的神級好用 在身體裡面 那我就是買小罐裝的 因為我覺得它們很方便 還有可以買多些不同的味道 Sarbon的那些產品 那些味道是天然得來 是香到覺得自己像公主 我用的這個味道就是Green Rose 除了剛剛的Green Rose之外 我還有這款Lavender Vanilla的味道 那為什麼它會這麼傷心呢 除了裡面的成份是一些死海鹽之外 就是它的質地 我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死海鹽上面 是有一層好像水那麼稀的液體 那些不是水來的 其實是一些油來的 所以它做到那麼稀 你用完之後 你的身體是完全不會黏的 但是會有油滋潤過的那種感覺 我的用法就是洗乾淨之後 就會用這個磨砂 然後一邊磨 磨的時候你會感覺到它的粗鹽 是非常粗的 但是絕對不會令到你痛 然後你一邊擦的時候 覺得很油膩的 但是你沖完水之後 然後洗乾淨之後 就會覺得很滋潤 但是一點都不黏 一點都不油膩的 你會感覺到是不需要塗任何的Lotion 都覺得足夠的了 就可以直接去睡覺 給那種很香的味道包圍著自己 所以真的很好很好用 而最後一樣想跟大家推介的東西 都挺搞笑的 就是一對護衫 自從在家玩了Ring Fit之後 我就多了在家做運動 然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瑜伽墊太薄呢 有一陣子我的肘是沒有流血地損了 以及脫皮 是兩邊都有的 所以我就極度懷疑 是做那些平衡Plan的時候 坐在地上坐得多所以損了 我一直以來都很想找一些護肘 但是我又沒有得起心肝 直至有一次我在街邊 去了一間叫側倉的地方 就找到太便宜了 一對護肘只是7元 那我就不如試一下吧 一試我就覺得非常非常之好用 我一開始看到這麼闊這麼大堆 會不會不實正呢? 不會的 它做了上一隻手肘 它是非常之實正的 我自從用了它之後 不是這邊 它是這裡 放在肘上的 那我就沒有再選過 我的手肘就終於變回正常的手肘 就不是不停脫皮的手肘了 總之呢 現在真的要靠它才可以做到那些 Plan的平衡 那些位了 所以如果你都有這一類型的煩惱 原來7元就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了 真的非常之划 好啦 今天就分享了一些夏天 我覺得非常之好用 如果不介紹給大家 我會後悔的東西 那希望你們都會喜歡看啦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凡是六更三天 以及日更周十二點 好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